大家好 我是三喵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家 最近这几天我这个个人频道 收到了很多的读者留言 有些读者留言就问我说三面 你过去是教英语的吗 我说yes 我过去就是教英语的 这托福什么 GRE之类的 对 那你知道怎么学英语吗 那甚至说 那个怎么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等等 其实关于这些话题 我想说的可多了 这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那咱们今儿小尾巴 跟我跟大家聊个几块钱的 对吧 刚好这不是这个最近 我们知道去年教育行业被打压的特别惨 今年这个好像教育行业有复苏这迹象 这新东方好像在这个直播带货等等 这样那些东西 那咱们就来聊聊这种新东方style 跟这种英语学习这种东西 说实话 这个打压教育行业这件事情 教育行业它自己是有责任的 这种责任很大程度上用我的话说叫新东方style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新东方原创的 但是这种方式 是包括新东方在内的很多教培机构都有的 对吧 那什么呢 急功近利 就是只讲究所谓的做题技巧 根本就根本就不教学生好好的去学东西 对吧那阅读那我我不要去看整个的全文 我就定位啊找答案 什么有这个什么best worst 有最好最坏什么什么这种都是错的 有比较集都是错的 这教学生这个什么什么 那个写作啊 一定要编例子啊 你去编一个啊 我的爷爷怎么怎么着啊 我的我的叔叔怎么着 我这这评价老师都看吐了什么 我的我的这个侄子汤姆 我的朋友丽丽 这种例子都看吐了 这口语 那你不会说了 你就你就唱首歌 对吧 你就唱首歌 这真的是这么教学生 甚至教学生模板 对吧 这个教学生模板 这个让让学生把这个东西给给填进去 对吧 这这这啊 nowa day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re is hot debate on the problem about什么什么 someone believe that while others argue that 什么什么 however after deep consideration i firmly believe 就是这种东西对吧 i firmly believe that 今儿晚上我去吃麦当劳 不去是肯德基 这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这东西怎么可能是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 就是那种素成啊 什么什么那种话术 所以所以我其实对这个中国很多的这种培训业很不看好 很不看好 对吧 那那这培训业不好 那那学校教的是啥 哎 不好意思 学校教的那那那不叫英语啊 那那叫语法啊 对吧 我那上学那会那那英语啊 是怎么怎么学到 我这样 对不对 完心天空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用off不用on等等等等 然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眼这高中那卷子 然后发现 我天呐 yesterday was more 还是这个样子 就是语法 被拆开了揉碎了 各种知识点啊 然后什么固定搭配 这这这老师实在是那个什么 实在是讲不过 就告诉你 这叫固定搭配 是吧 嗯 实在是讲不过 告诉你啊 这是这是这是那个标准答案 那我上学那会 有个报纸叫什么英语周报 是吧 老师天天拿着这报纸上的东西 让我们就让我们去做那种语法选择题啊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回忆 所以你看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啊 中国至少国内的这些英语教学学的要么就是一些零碎的语法知识点啊 要么就是一些所谓的英试技巧 然后让你让你背背单词啊 你可能背的啊 看的是猫 道个是狗 你给我背一些啊 看上去特别高大高大上的单词啊 然后灾难 你不说disaster了 你说catastrophe 就是这种东西啊 get你不说get你说optan 就这种东西 这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啊 这个现在这孩子对英语的这个教学啊 水平要求还是挺高的啊 有的孩子要求美语教学啊 要求这个外教是吧 这这这这这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很多可能在国外修水馆的人啊 在这个大陆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什么的机会啊 所以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什么样子呢 操着一口纯正的美音啊 但是就跟我上学那会的英语教似的操着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 在这一块在这一起talking about nothing but 就是这些很浅薄的东西 比如你书包是什么颜色的呀 真好看呀 哎呀我很欣赏你啊 就就这种东西 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 然后这些孩子自信满满 那种过去我教托福吗 教GRE吗 教SAT吗 上了考场之后直接傻眼 那分数就非常低 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对吧 那培训机构也是有话术的嘛 对吧 你要么你努力不够 所以没想要么就是啊 这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压中国学生的分呢 你看那中国学生的这分啊 这个写作分数就是很低 那对此我只能说扯淡 那我手里是有数据的 那2017年2018年的疫情之后啊 这中国学生的托福成绩到网上匆匆涨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之后很多在家里考骂 这个作弊这件事情 好像很多人还是挺擅长的 咱们不多讲 那2017年2018年的时候 这中国学生托福这平均分 好像是77分吧 比这个好像跟北朝鲜差不多 我不知道北朝鲜有没有怎么考的 比卡吉克斯坦要低一点 比什么野门要低一点 而中国学生的写作口语平均分 什么水平呢 跟阿富汗是一个水平的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对吧 你写作文啊 很多很多学生会觉得 我用词啊 用词优美 是吧 我用上一些高级词汇 我不说too young too simple了 我说sometimes naive啊 法语词都用上了 我这够高级吗 不 你这表达简直就是言之无误 而恰好相反 人家的这作文跟口语题目 很多时候是要求你言之有误的 比如说 去年到今年考过一些作文口语 跟大家列一点 你觉得是否同意 动物应该获得跟人一样的权利 这是一道口语题 在托福的这个考试当中15秒钟思考之后 然后你就答题吧 给你45秒时间 就对着话题去答 然后这些孩子平时根本就没有想过 什么叫动物权利 什么叫人的权利 没想过这种问题 套模板 这种东西 你能拿高分见鬼乐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作文题目 你比如说这个 经济危机的时候 医疗教育和失业救济 政府应该在哪方面减少开支 你说这些孩子们 连政府的这个开支是来自纳税人 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那咱们没法往下谈 真的没法往下谈 所以有的老师 当然这些孩子 我不怪这些孩子 怪的是他们这些老师 因为这些老师们 本身也没有这种东西 我过去在这个教研机构 去每周都有教研 去聊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你讲的这么深 学生能听懂吗 对吧 你就教他怎么去把作文写完 不就行了吗 你遇到这种政府该怎么做 你可以说在某种情况下 做A是好的 在某种情况下做B是好的 你就来一个合合器 在大团圆杯 然后到最后 分数就非常低 这托福 JRE那题目 对吧 你觉得 诸如 占星术 算命之类的伪科学 所谓的伪科学 在当代社会 有没有存在的意义 或者价值 或者说 我过去讲过的一个 经常会考过的一个题目 就是你觉得 如果一个社会规则 制度 法律 不公平 不公平 你有没有要遵守他的必要 有的人说 有的情况下 遵守 有的情况下 不遵守 然后万能理由 什么什么 making friends 交朋友 什么什么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这个东西往外 你这东西能考高分见鬼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核心是一个什么问题 语言 根本 它的内在 不只是语言的问题 是这个文化 Anglo-American culture 英美文化 它背后的这个思维 底层的这种逻辑和思维的这种问题 这种语言 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种语言 这内核是什么 你拿这种语言 它能够表达的很多东西 你有没有去看 那阅读 很多孩子 我说我看英语 你看看什么阅读 就那种绘本 或者再高一点 看一些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外国名著节省本 那比如说这托福 或者JR阅读里面 那些非虚构 看过没有 没看过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 罗马帝国的新王 等等 不知道 我之前 教学生托福阅读里面 有一个句这样的话 一诚中 我说那些不说拉丁语的 这些蛮族 越过了这个 蓝音和 侵入了罗马境内 我说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前提 就是罗马人是说拉丁语的 然后我之前教过这孩子崩溃了 我怎么知道啊 我说这常识啊 我为什么要知道 我不想知道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道题选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说 这阅读习惯 那这个 包括这种思维习惯 那这种都缺乏 那你光学会一些标准的美音 你光学一些特别特别厉害的梅里语啊 你不说啊 你不说今天雨下的很大 是raise heavy的 你说raise heavy raise cats and dogs 你这么说 你觉得自己美语说的很溜 这不叫你把英语学会了呀 对不对 所以 好 在新东方style 咱们吐槽完毕 这英语 那有人说那怎么学 包括你口语 我的建议就是 是吧 你去看一看 人家用英语表达那些原版书 去大量的去阅读 去大量的去看 去看这些东西 真的就是纯英语的 我不建议那种 英汉那种对照的读 真的就是纯英语的读啊 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 你看我这桌上摆着两个书都起瓶的 你看见没有 这是从我这青少年时代一直陪着我的 这这书是我中学时候就开始在看的 这利德尔哈特的二战史 这本书 应该也是我高中或者大学那会儿 开始在看的 第三帝国的新王 这本书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在那个北京西单那个图书城 哎 当时那个还是卖很多很多好书的啊 当然 现在好像不怎么样啊 我这本书我记得特别清楚 208块钱 花了我好多好多的钱呢 对 然后我就在那堵 我就在那堵 这真的就是纯英语 纯英语 纯英语 就是在那去读 就是你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好 我我学这个目的是干什么 我今天可能会 哦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我知道了一些啊 特别地道的表达 我就很开心 而不是说 我这英语学到什么地步了 我跟别人比怎么样 我这托福能考冒分 你带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学 永远学不好 那我当时就除了看这些书 对吧 嗯 有一些那个国家地理的纪录片 当时应该是经文啊 对吧 他当时是代理的嘛 那个纪录片当时的价格并不便宜啊 对 28块钱啊 28块钱 我就看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纪录片 然后很多很多那种英语表达也就是从那里面学会的 对吧 我们比如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比斯曼号战略剑 因为我看的第一部纪录片是那个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那个 Search for the Battleship Bismarck 对吧 这个寻找比斯曼号战略剑啊 那里面就有一段镜头 就是比斯曼号啊 他就是离开港口 然后有一段话外音 She will never return And this battleship Bismarck will become a legend 这这这用词特别简单 但是营造出了一种非常非常宏大的史诗的分别 这就是英语的魅力 这种魅力 怎么说呢 你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那比如说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 应该discovery了吧 恐龙星球 对吧 到最后 这恐龙啊 都灭绝了 恐龙 讲恐龙的纪录片 一个保留节目 就是小星星座地球 恐龙灭绝了 对吧 这八王龙头骨上 一群像老鼠一样的 这种哺乳动物的祖先 在这上面 就是找东西啊 然后在跨完音 Someday in future Their descendants will land down moon And looking back in all of the time When dinosaurs roam the earth 还是 roam the America 对吧 有朝一日 这些小动物的后代 会登上月球 并怀着敬畏之心 去回溯那些恐龙 统治地球的岁月 你看这种东西 这就是英文的魅力 你拿中文 你拿其他的语言 你很难去表述 所以你看 要去把这个英文给弄好 我觉得真的就是 你要去把它背后的这种文化 你要去把整个的这种语言的美感去找出来 你要学 你就真的去 我学他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就是 我学到的东西 我就很开心 而不是说 我能考多少分呢 我再学几个月 能考多少分呢 还是那句话 这个 吃喝嫖赌 尚且有救 急功近利 一生完蛋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急功近利 万劫不复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之前是看过一个 那个德国海军的那个中校 他写的就是 失去勇气 万劫不复 那这样 急功近利 万劫不复 这就是 包括学英语 学很多东西 对吧 你要找出他的乐趣所在 你要找出 我为什么要值得去学它 我不是为了自己 我觉得这个学科很有意思 这样才可能去学好它 有的那个读者评论去问我 说怎么把口语给练好 对我的口语 发音里面也听到了 并不是标准的这个美音 不过我去伦敦 那书店老板会说 我说的比这个英国伦敦的 很多人都说的好 我就认为他不是公围吧 说怎么去把口语给练好呢 我自己啊 包括我自己现在录节目 我也是没有讲稿的 有的 有的网友会说 这个三秒 你这说东西 从A跳到B 从B跳到C 不是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讲稿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能侃侃而谈 怎么做呢 就是你事先想清楚 这个 宏观上讲 我要讲几个block 我要讲几个东西 每一个block 大概是什么 它的前因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 把这个捋清楚 然后中间的过度捋清楚 就可以 所以这就培养一个什么 就是你从宏观视角 看书的能力 包括阅读 我这本书 我讲的什么 分成几个chapter 分成几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讲的是什么 它跟主题的联系是什么 每一个章节是怎么展开的 看见没有 从宏观上去阅读 那你写作 你写东西不也是吗 从宏观上去写东西 我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那我这个主题准备怎么展开 那你讲东西 也是这样 一样一样一样 就是你从宏观的视角上去讲 而不要取代 我看很多的孩子去阅读 就这样 这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那历史上不是也有记载吗 那个诸葛亮当时跟很多的这个同乡好友一起读书的时候 诸葛亮好像是观其大略不求圣解 对吧 他的那些伙伴们都把这书读的都滚瓜烂说 诸葛亮观其大略不求圣解 为什么 因为他是那种很宏观的那种阅读的这种方式 当然这个历史书上记载是为了突出啊 诸葛亮 从小就牛叉啊 跟其他人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书 去读 去说东西 你要想想 这个东西分成几个block 然后我怎么着 你就可以脱稿了 你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 而不是那种念稿的啊 那个样子 这也不算是建议吧 这只作为一个学家的大家分享一点点小小的东西啊 可能有人会说这你怎么不谈历史了 哎 我什么都谈啊 我什么都谈啊 那只要我觉得开心的我都可以聊 行 那今天这个就是什么新东方style跟英语学习啊 咱们就聊这么多 哎 谢谢小伟娃陪我陪了这么久啊 下次再想到更好的啊 再跟大家聊个几块钱的啊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